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有人不喜欢 但大多数人还是欣赏它的精致感的 豪华品牌的家族团承也是格外的重要 所以除了双胜隔山 天使眼 大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设计以外 还有一些细节能够帮你看出来 别摸我 可能帮你看出来它是一台宝马 你以为我要摄皮毛啊 哼 才不是咧 我要摄的是不管是X3还是X5 X6 从后期平台研发而来的宝马SUV家族 打侧面来看呢 视觉重心普遍是比较靠后的 有人说这么做会显得比较动感 但我觉得吧 动不动感我倒是看不出来 但是X3同步确实是游大游烟 就非常饱满啊 再配上这个小尾翼双出排气 还有这声音 awesome 对于这一代宝马车型的内饰 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好好的新款一打开车门 瞬间就穿越回老款上了 好鬼吓人 淡定淡定 实际上到我们试测师傅 李老师体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 他是这么说的 这方向盘手感 这内饰用量 这人机工程学 这优秀的视野 竟然哪哪都好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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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y我咋喷呢 还好 还好哦 幸好内饰布局变化不大 来 让我的24k合金嘴炮 开喷 其实全新一代X3想了很多办法来凸显科技感 比如新的前夜镜仪表 iDrive控制系统 甚至它还可以和7系一样 通过手指来遥控 还有这个360度前景影像的清晰度 流畅度 易用度都做的非常好 果然来前还没有白花帝 甚至就连couencyiler这种基本功能 它都不一样 它是无线的 搭配上无线充电 呵呵就是这样 优雅 当然买宝马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驾驶质感 先说说它的绝对动力 X3全系车型都采用的是2.0T发动机 搭配8AT变速器四轮驱动 这台25i是全系马力最低的 最大可以输出184匹马力 风劲有距290秒米 实测它的0百加速成绩是8.6秒 够用是肯定够用的 日常超车什么的变速器的反应也是相当迅速 整台车的跟随性很好 但你要说刺激那可能确实不够刺激 那其实X3它作为一台SUV来讲 整体的调教还是比较舒适的 转向的回正力矩 还有随速随角度增益都让你非常舒服 底盘的整体感很好 悬架对于细小颠簸很敏感 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悬架会特别硬 其实真的碰上大颠簸 你就会发现它的悬架形成还是相当长的 那总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或许不是一台多么强悍的操控机器 但它绝对是一台日常开很讨喜的车 是一台能给你很强信心的车 关于自动驾驶这个功能 我觉得很有必要多聊一聊 现在的造车新势力 只要配备了ACC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 就要吹一波什么L2.5自动驾驶 如果说L2.5就是这种水准的话 那这台宝马X3怎么着也是L2.9的自动驾驶了吧 在我们实际试驾的时候 除了在高速公路这种标线清晰的路况下 它可以始终稳定地居中行驶 在标线不清楚的乡村道路 X3也依然可以自动识别前车 然后跟随前车行驶轨迹 当然我要说一下 尽管这套系统很好用 但是请你相信我 在高速上自动驾驶能缓解你的疲劳 但在乡间小路上自动驾驶 那感觉太刺激呢 我认为X3是这个时代下 最另类的中型豪华4V 你看别人国产的时候它是进口 别人除了轴距以外 啥都能减配 但X3它的科技感 豪华感 品质感都进步了很多 就是这个轴距啊 虽然和过去的自己比是进步了 但是和对手那种带L的一比 哎好仇人呐 实际上X3的后排体验 就和这台25i的动力一样 够用是肯定够用了 甚至它的坐垫填充和坐姿角度 都还有点舒服 就是看起来怎么看都没有那么大 所以等到有一天有个妹子跟你说 我就是喜欢在宝马车里哭 不是什么潜不潜的呢 我就是喜欢哭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打开后排 可能他就不哭了 以上就是关于宝马X3的全部点评 后面我想说一下我的一些主观看法 或许有很多人会抱怨啊 同样是宝马加三字贝的产品 X3为啥就没有三系那么运动呢 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吧 那你就去买三系就好了 作为一台SUV车型 X3开起来很轻快舒服 最关键的是它要比它的两大竞争对手更加运动 再加上它进步很大的科技感和豪华感 我认为宝马X3起码在现阶段的豪华品牌中型SUV里面 还是相当值得推荐的 在此我仅代表我自己 TX3感谢竞争对手的衬托 非常感谢各位 最后的最后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你们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 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你们的褥子 摸摸哒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 订阅转发